星期天的下午 在大爱园区的一间房子内 神父正准备着弥撒的用品 教友也在旁边帮忙着 这里跟一般的教堂不太一样 它没有华丽的装潢 也没有整齐的座位 但这里却是大爱园区内 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 主持弥撒的是谢神父 高雄桃园区北山部落的布农族人 从小在基督教与天主教家庭中长大 国中时受到修女及神父的感动 高中便下定决心奉献教会服务人群 使高雄第一位不能做神父 2009年的八八风灾 让高雄桃园区六贵区 纳玛夏区茂林区对位道路 全部中断成为孤岛 而位于高雄最北方 最深山的部落梅山村 也因为烟色湖溃蹄 居民仓皇逃生 只能聚集在平台等待救援 搭着直升机离开山区的居民 先被安置在各个安置所 离经生离死别 他们惊魂未定 还好由宗教信仰 给了他们安定的力量 因为我们桃园区的教友本来就很少 所以我们都认识了 所以他们被直升机接到那个奇山国中 那每一个地方都被分配到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教区的 我们的主教是希望大家能够集中在一起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跟修理去找 我们天主教的教友 不管在哪一个 福光山也好 或者是在钢山的基督教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奇山的这边 竹林教会 我们通通都把它找回来 那集中在那个高雄寺 那个建国路 就是祖堂那边 通通放在那里 第一好处就是 那时候他们心里都很乱嘛 如果一个又不认识的 至少有一个神父他们认识的 然后可以照顾到他们还有修理的话 他们的心灵比较稍微沉淀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集中在那边 大概一两百个人差不多有 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也加强他们的 跟圣公医院 圣公医院也特别帮助他们 就是如果有生病的 直接马上到医院里面去看 然后我们也给他们祈祷 我们也给他们很多的这些 心灵上的一些福祷 特别是教区 所以祖教他们也帮忙很多的忙 所以那个时候 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他们才送到那里 入境关校 那到入境关校的时候 是贾神父他 他认识不错啦 为什么 他们什么时候撤走 贾神父是什么时候离开 那个入境关校 所以大概有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还是半年的时间都在入关 台湾原住民中 约有十二万人 是天主教徒 占了全台湾天主教徒的五分之二 而在天主教高雄教区 又分为九个总夺区 八八风灾 受冲最严重的区域 都是在第九总夺区 是贾神父与现神父的服务范围 四年来 他们不辞辛劳 持续陪伴居民 度过无数个令人不安的日子 假如这边有二十分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是先为别人着想 你先不要让别人心 还是呢 你是不要管别人 你先拿 再说别人呢 拿不到什么东西 那这两种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每一个人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就如同谢神父所说的 若是每个人都能处处替他人着想 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 虽然台湾天主教信仰人口 仅占总人口的1.5% 但天主教在社会服务 医疗等文教工艺方面的贡献 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偏向的孩童在就学的路上 本来就比较辛苦 暑假的风灾造成交通中断 开课的前置作业非常辛苦 神父与修女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路段但学习不能中断 结合了长期关心偏乡地带孩童的 民间机构与中华电信 架设了数位学习平台 让六规地区的孩子们 能与同样是天主教学校的辅人大学学生 进行视讯课后辅导 透过远距离教学 让学习没有距离 神父说天灾的发生并不是天主在惩罚我们 我们应该学着去接受 并且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或许 借着天灾 我们才可以看见人性伟大的一面 当不同的宗教互相帮忙 当人与人之间跨越种族 不分你我的互相扶持 是我们在灾后 最值得安慰的收获 也是重建道路上 不可或缺的力量